李温告别式即将举行 老天洒下伤心泪欲 李温天后于7月5日突然离世 让外界感到心疼哀痛 他的告别仪式定于31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隔天8月1日进行火化 尽管还有一段时间到摄灵时间 但是他的粉丝已经开始准备各种新意 悼念这位天后 据悉中国知名歌手航红也已定造花篮之意 然而当地天气不稳定 频繁下起暴雨让粉丝感叹 连老天都不舍李温离去 据TVPS新闻网的报道 李温的告别式将于31日下午2点开始 香港殡仪馆目前还未有任何设置 但现场已经有粉丝早导送上花篮以表达心意 花篮上分别写下永远怀念永远怀念你你 用简短的字句表达了对偶像的思念和不舍 三立新闻网也指出 花店透露粉丝指定了白色和紫色的花朵 另外一家花店门口摆放着韩红要送的花篮 韩红是中国知名歌手 曾与李温一起在中国们之声合作 得知李温逝世的消息后 韩红发文想你 我们的coba我最好的哥们 殡仪馆附近的花店正在赶至花篮 准备今天送到灵堂 此外一些粉丝发起购买24个巴士站的LED灯箱 用来缅怀天后李温 早前李温的二姐李苏玲在YouTube频道开设直播 预计今天下午4点开始 让想念李温的朋友们一起隔空参与 8月1日上午10点半将进行大炼 然后进行火化送别这位天后 李温的离世让众人感到悲伤 各界粉丝纷纷送上花篮和悼念 表达对她的深深怀念和不舍之情 她的音乐才华和亲和力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愿靠在天堂安息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